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七十七回 翘丫鬟抱屈腰风流 美幽灵斩情归水月 话说王夫人见中秋已过 凤姐并已比先捡了 虽未大遇 然亦可以出入行走的了 仍命大夫每日真卖服药 又开了丸药方来配调精养容丸 因用上等人参二两 王夫人命人取食 翻寻了半日 指向小侠内寻了几只粘挺粗细的 王夫人看了嫌不好 命再找去 又找了一大包虚磨出来 王夫人焦躁道 用不着偏有 但用着了再找不着 成日家我说叫你们查一查都归拢在一处 你们白不听就随手混料 你们不知他的好处 用起来得多少换买来还不忠实呢 彩云道 想是没了就只有这个 上次那边的太太来寻了些去 太太都给过去了 没有的话 你再细找找 彩云只得又去找 又拿了几包药材来说 我们不认得这个 请太太自看 除这个再没有了 王夫人打开看时 也都忘了 不知都是什么 并没有一支人参 因一面浅人去问凤姐有无 凤姐来说 也只有些身高卢须 虽有几支 也不是上好的 每日还有借药里用呢 王夫人听了 只得向邢夫人那里问去 回 上次没了 才往这里来寻 早已用完了 王夫人没法 只得亲身过来请问家母 家母盲命鸳鸯 取出当日所余的来 竟还有一大包 皆有手指头粗细的 所以称二良与王夫人 王夫人出来交与周睿家的拿去 令小四送与医生家去 又命将那几包 不能变得的药也带了去 命医生认了 各记上号来 一时周睿家的又拿了劲来说 这几包都各包好 记上名字了 但这一包人参 固然是上好的 如今啊 就连三十换 也不能得这样的了 但年代太沉了 这东西比别的不同 平时怎样好的 只过一百年后 便自己就成了灰了 如今这个虽未成灰 然已成了朽糟烂木 也无兴力的了 请太太收了这个 倒不拘粗细 好歹再换些新的倒好 王夫人听了低头不语 半日才说 这可没法了 只好去买二两来吧 也无心看那些 指命 都收了吧 音像周睿家的道 你就去说给外头人们 捡好的换二两来 唐医师老太太问 你们只说用的是老太太的 不必多说 周睿家的方才要去时 宝钗银在座 乃笑道 姨娘且住 如今外头卖的人生都没好的 虽有一只拳的 他们也必结作两三段 镶嵌上炉炮须枝 掺云了好卖 看不得粗细 我们铺子里常和生行交易 如今我去和妈说了 叫哥哥去托个伙计 过去和生行商议说明 叫他把未做的原汁好生 对二两来 不妨咱们多使几两银子 也得了好的 倒是你明白 就难为你亲自走一趟 于是宝钗去了 半日回来说 一遣人去 赶晚就有回信的 明日一早去配也不迟 王夫人自是喜悦 因说道 卖油的娘子水书头 自来家里有的 好歹不知给了人多少 这会子轮到自己用 返到各处求人去了 说必常叹 宝钗笑道 这东西虽然值钱 究竟不过是药 原该记中三人才是 咱们比不得 那没见世面的人家 得了这个 就真藏蜜脸的 这话极是 一时宝钗去后 因见无别人在世 虽唤周睿家的来 问前日园中 搜索的事情 可得个下落 周睿家的事已和 凤姐等人 赏亿停妥 一字不隐 虽回名王夫人 王夫人听了 虽经浅怒 却又作难 隐私私奇 系迎春之人 接系那边的人 只得令人去回 邢夫人 周睿家的回道 前日那边太太 沉着王闹钗家的 多事 打了几个嘴巴子 如今 她也装病在家 不肯出头了 况且 又是她外孙女 自己打了嘴 她只好装个旺了 日久平复了再说 如今 我们过去回时 恐怕有多心 倒像是咱们 都试试的 不如 只把思琪带过去 一并连赃政 于那边太太瞧了 不过打一顿配了人 再指个丫头来 岂不省事 如今 白告诉去 那边太太 再推三阻四的 又说 既这样 你太太就该料理 又来说什么 岂不反耽搁了 唐那丫头 丑控寻的死 反不好了 如今看了两三天 人都有个偷懒的时候 唐意识不到 岂不倒弄出事来 王夫人想了一想 说 这倒也是 快办了这一件 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 周睿家的听说 会齐了那几个媳妇 先到迎春房里 回迎春道 太太们说了 思琪大了 连日她娘求了太太 太太已赏了配人 今日叫她出去 另挑好的与姑娘使 说着便命思琪 打点走路 迎春听了 寒泪似有不舍之意 因前夜已闻的别的丫鬟 悄悄地说了缘故 虽数年知情难舍 但事关风化 亦无可如何了 那思琪 亦曾求了迎春 时指望迎春 能死保设下的 只是迎春 语言迟满 而软心活 是不能做主的 思琪见了这般 知不能免 殷哭道 姑娘好狠心 哄了我这两日 如今 怎连一句话也没有 周睿家的等说道 你还要姑娘留你不成 便留下 你也难见园里的人了 以我们的好话 快快收了这样子 倒是人不知 鬼不觉地去吧 大家体面些 迎春含泪道 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是 我还十分说情留下 岂不连我也完了 你瞧入化也是几年的 怎么说去就去了 自然不止你两个 想着园里 凡大的 都要去呢 依我说 将来终有一散 不如 你个人去吧 所以 到底是姑娘明白 明儿还有大法的人呢 你放心吧 思琪 思琪无法 只得 含泪 与迎春磕头 和众姊妹告别 又向迎春耳根说 好歹 大听我受罪 替我说个劲 就是 主仆一场 迎春 亦 含泪 答应 放心 于是 周睿家的等人 带了思琪 出院门 又命两个婆子 将思琪所有的东西 都与她拿着 走了没几步 后头只见秀菊赶来 一面也擦着泪 一面地与思琪 一个捐包说 这是姑娘给你的 主仆一场 如今一旦分离 这个 与你做个想念吧 思琪接了 不觉更哭起来了 又和秀菊 哭了一回 周睿家的不耐烦 只管催促 二人只得散了 思琪音又哭告道 神子大娘们 好歹略训个劲 如今且歇一歇 让我到相好的姊妹 跟前此一辞 也是我们这几年 好了一场 周睿家的等人 皆各有事物 做这些事 便是不得已了 况且又深恨 他们素日大样 如今哪里有功夫 听她的话 阴冷笑道 哼 我劝你走吧 别拉拉扯扯的了 我们还有正经事呢 谁是和你一个 衣包里爬出来的 辞他们做什么 他们看你的笑声 还看不了了呢 你不过是 挨一会儿 试一会儿罢了 难道就算了不成 依我说快走吧 一面说 一面踵不住脚 只带着往后脚门出去了 思琪无奈又不敢再说 只得跟了出来 可巧正值宝玉 从外而入 一见带了思琪出去 又见后面抱着些东西 撂着此去再不能来了 因文德上业之事 又见情文之病 亦因那日加重 细问情文 又不说是为何 上日又见入化已去 今又见思琪一走 不觉如丧魂魂魄一般 因盲拦着问道 哪里去 周睿家的等 皆知宝玉素日行为 又恐唠叨物事 因笑道 不干你事 快念书去吧 宝玉笑道 好姐姐们 却站一站 我有道理 太太不需少挨一课 又有什么道理 我们只知尊太太的话 管不得许多 思琪见了宝玉 因拉住哭道 他们做不得主 你好歹求求太太去 宝玉不禁也伤心 寒泪说道 我不知你做了什么大事 情文也病了 如今你又去 都要去了 这却怎么得好 周睿家的发躁 向思琪道 你如今不是傅小姐了 若不听话 我就打得你 别想着往日姑娘护着 任你们做号 月说着还不好好走 如今和小爷们 拉拉扯扯 成个什么体统 那几个媳妇不由分说 拉着思琪便出去了 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蛇 恨得只瞪着他们 看已去远 方指着恨道 奇怪奇怪 怎么这些人 只一嫁了汉子 染了男人的气味 就这样混账起来 比男人更可杀了 守缘门的婆子听了 也不禁好笑起来 阴问道 这样说 反女儿个个是好的了 女人个个是坏的了 不错 不错 还有一句话 我们糊涂不解 当要请问请问 方玉说时 只见几个老婆子走来 忙说道 你们小心 传奇了伺候着 此刻太太亲自来园里 在那里查人呢 只怕还查到这里来呢 又吩咐 快叫怡红院的 秦文姑娘的歌嫂来 在这里等着 领出她妹妹去 阿弥陀佛 今日天睁了眼 把这一个祸害妖精 退送了 大家清静些 宝玉一闻的王夫人 进了清茶 便料定秦文也保不住了 早非也是地赶了去 所以这后来 趁愿之余 竟未得听见 宝玉急到了怡红院 只见一群人在那里 王夫人在屋里坐着 一脸怒涩 见宝玉也不理 秦文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 如今现从炕上拉了下来 蓬头垢面 两个女人才嫁起来去了 王夫人吩咐 只许把她贴身衣服撂出去 愚者好衣服 留下给好丫头们穿 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丫头们 都叫来依依过目 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脑之后 王善宝家的去趁势告导了秦文 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 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 王夫人接济在心 因节间有碍 故忍了两日 今日特来亲自约人 一则为秦文有可 二则因竟有人指宝玉为由 说她大了 以解人事 都由屋里的丫头们不长进 交袭坏了 因这事更比秦文一人较甚 乃从席人起 以至于极小的粗活小丫头们 各个亲自看了一遍 因问 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 本人不敢答应 老嬷嬷知道 这一个会香 又叫做四儿的 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 王夫人细看了一看 虽比不上情文一半 却有几分水秀 士气行止 聪明揭露在外面 且也打扮得不同 王夫人冷笑道 这也是个不怕臊的 她背地里说的 同日生日就是夫妻 这可是你说的 大量我隔得远 都不知道呢 可知道 我身子岁不大来 我的心儿神意 时时都在这里 难道我通共一个宝玉 就白放心 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 这个四儿 见王夫人说着 她素日和宝玉的私语 不禁红了脸 低头垂泪 王夫人急命 也快把她家的人叫来 领出去配人 又问 谁是耶律雄奴 老嬷嬷们便将方官指出 王夫人道 唱戏的女孩子 自然是狐狸精了 上次放你们 你们又懒带出去 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 你就曾经鼓刀起来 调缩这宝玉无所不为 方官笑便道 并不敢调缩什么 你还降嘴 我且问你 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 是谁调缩宝玉 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 幸儿那丫头短命死了 不然进来了 你们又连火聚挡 遭害这园子呢 你连你干娘都祈祷了 岂止别人 换她干娘来领去 就上她外头 自寻个女婿去吧 把她的东西 一概给她 又吩咐 上年凡有姑娘们 分得唱戏的女孩子们 一概不许留在园里 都令其个人干娘带出 自行聘嫁 一语传出 这些干娘 皆感恩趁愿不尽 都约其来与王夫人磕头领去 王夫人又满屋里 搜捡宝玉之物 凡略有衍生之物 一并命收的收卷的卷 卓人拿到自己房内去了 阴说 这才干净 省得旁人口舌 阴又吩咐席人 摄月等人 你们小心 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 我一概不饶 应叫人查看了 今年不宜牵挪 暂且挨过今年 明年一并给我仍旧搬出去兴进 说必 茶也不吃 所以带领众人 又往别处取悦人 暂且说不到后闻 如今且说宝玉 只当王夫人 不过来搜捡搜捡 无甚大事 谁知竟这样雷尘电怒地来了 所则之事 皆系平日之余 一字不爽 料必不能挽回的 虽心下恨不能一死 但王夫人圣怒之际 自不敢多言一句 多动一步 一直跟送王夫人到进方亭 王夫人命 回去好生念念那书 仔细明儿问你 才已发下狠了 宝玉听如此说 方回来 一路打算 谁这样反舍 可这里是也无人知道 如何就都说着了 一面想 一面进来 只见席人在那里垂泪 且去了低等的人 岂不伤心 便倒在床上也哭起来 席人知他心内 别的还有可 独有秦文是第一件大事 乃推他劝道 哭也不中用了 你起来我告诉你 秦文已经好了 他这一家去 到新晋阳几天 你果然舍不得他 等太太气消了 你再求老太太 慢慢地叫进来也不难 不过太太偶然信了人的肺炎 一时气头上如此罢了 我究竟不知秦文 犯了何等滔天大罪 太太只嫌他生得太好了 未免轻挑些 在太太是深知 这样美人士的人 必不安静 所以恨嫌他 像我们这 粗粗笨笨的倒好 这也罢了 咱们私自玩话怎么也知道了 又没外人走疯的 这可奇怪 你有甚机会的 一时高兴了 你就不管有人无人了 我也曾使过眼色 也曾递过暗号 被那人已知道了 你反不绝 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 但挑不出你和摄月 邱文来 习人听了这话 心内一动 低头半日 无可回答 阴边笑道 正是呢 若论我们 也有玩笑不留心的梦浪去处 怎么太太竟忘了 想是还有别的事 等完了再发放我们 也未可知 你是头一个 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 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 焉得还有梦浪该罚之处 只是方官尚小 过于凌厉些 未免以强压倒了人 惹人厌 Sir 是我误了他 还是那年 我和你半嘴的那日起 叫上来做些戏活 未免夺占了地位 故有今日 只是 秦文也是和你一样 从小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 虽然他生得比人强 也没甚妨碍去处 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 抠脚锋芒些 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 唉 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 反被这好所悟 说必 傅又哭起来 习人细揣此话 好似宝玉 又依他之意 竟不好再劝 阴探道 唉 天知道罢了 此时也查不出人来了 白酷一毁子也无异 倒是养着精神 等老太太喜欢时 回明白了 再要他来试正理 宝玉冷笑道 你不必虚宽我的心 等到太太平复了 再敲势头去钥匙 治他的病 等得等不得 唉 他自幼上来娇生惯养 何尝受过一日委屈 连我知道他的性格 还时常冲撞了他 他这一下去 就如同一盆 才抽出嫩剑来的兰花 送到猪窝里去一般 况又是一身重病 里头一肚子的闷气 他又没有亲爷热娘 只有一个 醉泥丑姑舅哥哥 他这一去 一时也不惯的 哪里还等得几日 知道还能见他 一面两面不能了 说着越发伤心起来 习人笑道 可是你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我们偶然说一句 猎防爱些的话 就说是不利之谈 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 他便比别人娇邪 也不至这样起来 不是我忘口咒他 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 习人盲问何兆 宝玉道 这街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 竟无故死了半边 我就只有意识 果然硬在他身上 习人听了又笑起来 阴说道 我待不说又长不住 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 这样的话 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 草木怎么又关系起人来 你们哪里知道 不但草木 凡天下之物 皆是有情有理的 也和人一样 得了知己 便极又灵验的 若用大体木笔 就有孔子庙前之贵 坟前之师 诸葛瓷前之百 悦武墓坟前之松 这都是堂堂正大 随人之正气 千古不磨之物 誓乱则伪 誓智则荣 几千百年了 酷儿复生者几次 这岂不是赵英 小题目笔 就有杨太真 陈香亭之木韶药 端正楼之相思树 王昭君种上之草 岂不也有灵验 所以这海棠 一应欺人欲亡 故先就死了半边 习人听了这篇痴话 又可笑又可叹 殷笑道 珍珍的这话 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 那晴温是个什么东西 就费这样心思 逼出这些正经人来 还有一说 他纵好 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 便是这海棠 也该先来比我 也还轮不到他 像是我要死了 宝玉听说 忙握他的嘴 劝道 这是何苦 一个魏青 你又这样起来 罢了 别再提这事 别弄得去了三个 又饶上一个 习人听说 心下暗喜道 若不如此 你也不能了结 从此休提起 全当他们三个死了 不过如此 况且 死了的也曾有过 也没见我怎么样 此一离也 如今 且说现在的 倒是把他的东西 做瞒上不瞒下 悄悄地打发人 送出去与了他 再或有 咱们尝试 积攒下的钱 拿几条出去 给他养病 也是 你姊妹好了一场 你太把我们看得 又小气 又没人心了 这话还等你说 我才已将他 速日所有的衣裳 以至各食各物 总打点下了 都放在那里 如今白日里 人多眼杂 又恐绅士 且等到晚上 悄悄地叫宋妈 给他拿出去 我还有攒下的 几掉钱 也给他吧 薄玉听了 感谢不尽 习人笑道 我原是久已 出了名的闲人 连这一点子好名 还不会买来不成 薄玉听他方才的话 忙陪笑 抚慰一时 晚间 裹蜜遣送妈送去 薄玉将一切人稳住 便独自得便 出了后脚门 秧一个老婆子 带他到秦温家去瞧瞧 掀着婆子百般不肯 只说怕人知道 毁了太太 我还吃饭不吃饭 无奈薄玉死活秧告 又许他些钱 那婆子方带了他来 这秦温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 那时秦温才得十岁 尚未留头 因常跟赖嬷嬷进来 贾母见他生得灵力标志 十分喜爱 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 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 这秦温进来时 也不记得家乡父母 只知有个孤舅哥哥 专能袍仔也沦落在外 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买进来吃公食 赖家的见秦温 虽到贾母跟前 千灵百利 嘴尖性大 却倒还不忘旧 故又将他孤舅哥哥收买进来 把家里一个女孩子配了他 成了房后 谁知他孤舅哥哥 一招申安泰 就忘却当年流落时 任意吃死酒 家小也不顾 偏又取了个多情美色之妻 见他不顾生命 不知风月 一味死吃酒 便不免有 奸家以欲之叹 红颜寂寞之杯 又见他气量宽宏 并无极亲度枕之意 这媳妇 虽自情纵欲 满宅内 便严懒英雄 收纳裁军 上上下下 竟有一半 是他考试过的 若问他夫妻 姓甚名谁 便是上回贾连所接见的 多昏虫 灯姑娘的便是了 目今 秦文只有这一门亲戚 所以出来就在他家 此时多昏虫外头去了 那灯姑娘吃了饭去串门子 只剩下秦文一人 在外间房内爬着 宝玉命那婆子 在院门撂哨 他独自掀起草莲进来 一眼就看见秦文 睡在炉席土炕上 幸而欺辱还是旧日扑的 心内不知自己怎么才好 因上来寒泪 伸手轻轻拉的 敲换两声 当下秦文 又因着了风 又受了歌嫂的歹话 病上加病 瘦了一日 才朦胧睡了 忽文有人唤他 枪斩兴谋 一见是宝玉 又惊又习 又悲又痛 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 哽咽了半日 方说出半句话来 我知道 不得见你了 接着便受个不住 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 请问道 阿弥陀佛 你来得好 且把那茶 倒半碗我喝 渴了这半日 叫半个人也叫不着 宝玉听说 忙事累问 茶在哪里 那炉台上就是 宝玉看时 虽有个黑沙调子 却不像个茶壶 只得桌上去拿了一个碗 也甚大甚粗 不像个茶碗 味道手内 先就闻得游山之气 宝玉只得拿了来 先拿些水洗了两次 傅又用水擅过 方提起沙壶 蒸了半碗 看时 酱红的 也太不成茶 清闻扶针道 快给我喝一口吧 这就是茶了 哪里逼得咱们的茶 宝玉听说 先自己尝一尝 并无清香 且无茶味 只一味苦涩 略有茶艺而已 长臂 方帝与秦文 只见秦文 如得了甘露一般 遗弃都灌下去了 宝玉心下暗道 往常那样好茶 他胜有不如意之处 今日这样看来 可知古人说的宝玉烹宰 鸡艳糟糠 又倒是饭饱弄粥 可见都不错了 一面响 一面流泪问道 你有什么说的 这这没人 告诉我 秦文乌夜道 有什么可说的 不过 爱一刻 是一刻 爱一日 是一日 我一直 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 就好回去了 只是一件 我死也不甘心的 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 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 如何一口私咬定了 我是个狐狐狸 我太不服 今日 忌惮淡了续命 而且临死 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 早知如此 我当日眼里有个道理 我当日眼里有个道理 不料 窒息杀意 只说打架 横竖是在意中 不想凭空里生出这一句话来 要烟无助 说必又哭 宝玉拉着她的手 只觉瘦如枯柴 腕上游戴着四个银镯 殷气道 且卸下这个来 等好了再戴上吧 殷玉她卸下来塞在枕下 又说 可惜这两个指甲 好容易长了二寸长 这一病好了 又算好些 清闻事内 就伸手取了剪刀 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 齐根脚下 又伸手向背内 将贴身穿着的一件 旧红领袄脱下 并指甲兜与宝玉道 这个你收了 以后就如见我一般 快把你的耳拖下来我穿 我将来在棺材内 独自躺着 也就像还在一红院的一样了 论离不该如此 只是单了虚名 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 宝玉听说 盲宽衣换上 藏了指甲 清闻又哭道 回去 他们看见了要问 不必撒谎 就说 是我的 既单了虚名 所幸如此 也不过这样了 一语未了 只见她嫂子笑嘻嘻 先连进来道 好呀 你两个的话 我已都听见了 又向宝玉道 你一个做主子的 跑到下人房里做什么 看我年轻又俊 敢是来挑衅我吗 宝玉听说 吓得忙 陪笑央道 好姐姐 快别大声 她服侍我一场 我私自来瞧瞧她 灯姑娘便一手 拉了宝玉进礼间来 笑道 你不叫嚷也容易 只是依我一件事 说着便坐在抗言上 却紧紧地将宝玉 搂入怀中 宝玉如何见过这个 心内早秃秃地跳起来了 急得满面红胀 又羞又怕 直说 好姐姐 别闹 邓姑娘 瞇邪醉眼 笑道 呸 晨日下听见你风月场中 惯做功夫的 怎么今日就反善起来 宝玉红了脸 笑道 姐姐放手 有话咱们好说 外头有老妈妈 听见什么意思 我早进来了 却叫婆子去园门等着呢 我等什么事的 今儿等着了你 虽然文明不如见面 空长了一个好模样 竟是没药性的炮仗 只好装幌子罢了 倒比我还发善怕羞 可知人的嘴 一概听不得的 就比如方才 我们姑娘下来 我也料定你们 速日偷鸡盗狗的 我近来一会儿 在窗下戏听 屋内指你二人 若有偷鸡盗狗的事 岂有不谈及于此 谁知你两个 竟还是各不相扰 可知天下委屈事 也不少 如今我反后悔 错怪了你们 既然如此 你但放心 以后你只管来 我也不罗造你 宝玉听说才放下心来 方起身整衣秧道 好姐姐 你千万照看她两天 我如今去了 说必出来又告诉秦文 二人自是依依不舍 也少不得一别 秦文只宝玉难行 所以用背蒙头 总不理她 宝玉方出来 一遇到方官四儿出去 无奈天黑 出来了半日 恐里面人找她不见 又恐生事 遂且进园来了 明日再做计较 阴乃入后脚门 小厮正报铺盖 里边嬷嬷们正查人 若再迟一步 也就关了 宝玉进入园中 且喜无人知道 到了自己房内 告诉习人 只说在薛姨妈家去的 也就罢了 一时铺床 习人不得不问 今日怎么睡 宝玉道 不管怎么睡罢了 原来这一二年间 习人因王夫人 看中了她 她越发自要尊重 凡被人之处 或夜晚之间 总不与宝玉侠逆 叫仙幼时 反倒疏远了 况虽无大事办理 然一应针线 并宝玉及猪小鸭头们 凡出入银钱 衣缕食物等事 也甚繁琐 且有吐血 旧症虽玉 然每因劳碌风寒所感 即嗖中带血 故而来夜间 总不与宝玉同房 宝玉夜间常醒 有极胆小 眉行必换人 因情闻睡卧惊醒 且举动轻便 故夜晚一应茶水 起坐呼唤之刃 皆惜为她一人 所以宝玉外床 只是她睡 惊她去了 习人只得要问 因此此任 彼日间紧要之意 宝玉既答不管怎样 习人只得还以旧年之力 所以仍将自己铺盖 搬来设于床外 宝玉发了一晚上呆 急催地睡下 习人等也都睡后 听着宝玉在枕上 长须短叹 覆去翻来 直至三更以后 方渐渐地安顿了 略有吼声 习人方放心 也就朦胧睡着 没半盏茶时 只听宝玉叫晴文 习人忙睁开眼 连声大意 问做什么 宝玉因要吃茶 习人忙下去 向盆内站过手 从暖壶内 倒了半盏茶来吃过 宝玉乃笑道 我进来叫惯了她 却忘了是你 习人笑道 她一乍来时 你也曾睡梦中直叫我 半年后才改了 我知道 这晴文人虽去了 这两个字 只怕是不能去的 说着 大家又卧下 宝玉又翻转了一个更字 至五更方睡去时 只见晴文从外头走来 仍是往日刑警 进来笑向宝玉道 你们好生过吧 我从此就别过了 说必翻身便走 宝玉忙叫时 又将习人叫醒 习人还只当她 惯了口乱叫 却见宝玉哭了 说道 秋文 死了 这是哪里话 你就知道胡闹 被人听着什么意思 宝玉哪里肯听 恨不得一时亮了 就遣人去问信 急至天亮时 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丫头 立等叫开前脚门 传王夫人的话 及时叫起宝玉快洗脸 换了衣裳快来 因今儿有人请老爷寻求赏桂花 老爷一喜欢他前做的诗好 故此要带他们去 这都是太太的话 一句别错了 你们快跑 告诉去 力逼他快来 老爷在上房里还等他吃面茶呢 皇哥也来了 快跑快跑 在这儿一个人去叫兰哥 也要这等说 里面的婆子听一句应一句 一面扣扭子 一面开门 一面早有两三个人 以行扣衣 以行分头去了 其人听得扣院门便知有事 忙一面命人问时 自己已起来了 听得这话 忙促人来咬了面汤 催宝玉起来灌树 他自去取义 隐私跟贾政出门 便不肯拿出 十分出色的新鲜意虑来 只捡那二等橙色的来 宝玉此时亦无法 只得茫茫的前来 果然贾政在那里吃茶 十分喜悦 宝玉盲行了醒尘之礼 贾桓贾兰二人 也都见过宝玉 贾政命坐吃茶 向桓兰二人道 宝玉读书不如你两个 论提连贺诗 这种聪明 你们皆不及他 今日此去 未免抢你们作诗 宝玉须听 便助他们两个 王夫人等自来不曾听见这等考语 真是意外之喜 一时后他父子二人等去了 方遇过贾母这边来时 就有方官等三个的干娘走来 回说 方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赏了出去 他就疯了似的 茶也不吃饭也不用 勾引上偶官蕊官 三个人寻死觅活 只要剪了头发做泥沽去 我只当是小孩子家 一时出去不惯也是有的 不过隔两日就好了 谁知越闹越凶 打骂着也不怕 实在没法 所以来求太太 或是就依他们做泥沽去 或教导他们一顿 赏给别人做女儿去吧 我们也没这福 王夫人听了道 胡说 哪里游得他们起来 佛门也是轻易入境去的 每人打一顿给他们 看还闹不闹了 当下因八月十五日 各庙内上贡去 皆有各庙内的尼姑 来送贡监之力 王夫人曾于十五日 就留下水月庵的志通 与地藏庵的原信住两日 至今日未回 听得此信 巴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 去做活使唤 因都向王夫人道 咱府上到底是善人家 因太太好善 所以感应的这些小姑娘们 皆如此 虽说佛门轻易难入 也要知道佛法平等 我佛立愿 原是一切众生 无论鸡犬皆要度她 无奈迷人不醒 若果有善根能醒悟 即可以超脱轮回 所以京上现有虎狼蛇虫 得到者就不少 如今这两三个姑娘 既然无父无母 家乡又远 他们既经了这富贵 又想从小命苦 入了这风流行刺 将来知道终身怎样 所以苦海回头 利益出家 修修来世 也是他们的包义 太太倒不要献了善念 王夫人原是个好善的 先听彼等之语 不肯听其自由者 阴思方官等 不过皆细小儿女 一时不遂之谈 恐将来熬不得清净 反智获罪 今听这两个拐子的话 大尽情离 且近日家中多顾 又有行夫人 遣人来知会 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 已被人家相看 且又有官媒婆来 求说探春等事 心许甚烦 哪里着意在这些小事上 既听此言 便笑答道 你两个既这等说 你们就带了 做徒弟去如何 二姑子听了 念一声佛道 善哉善哉 若如此 可是你老人家 因得不小 说必便起手拜谢 王夫人道 既这样 你们问他们去 若果真心 急上来 当着我拜了师父去吧 这三个女人听了出去 果然将她三人带来 王夫人问之再三 她三人已是立定主意 遂与两个姑子扣了头 又拜辞了王夫人 王夫人见他们一揭决断 知不可抢了 反倒伤心可怜 盲命人取了些东西来击赏了他们 又送了两个姑子些礼物 从此 方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 锐官 偶官二人 跟了地藏庵的原信 各自出家去了 再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